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编出意义来 社会生物学也行 科学决定论也行 让他相信 不危害别人就是道德的上限 然后给了很多身份 逼他编出这些身份与尊严的关系 其实逼他的不是别人 他自己的思考在逼着他 这人会疯的吧 还不够呢 试着把几十亿个这样的疯子关在一起 让他们互相说话 这些盛宵尘上的风言风语 又会逼他们想出什么别的来呢 这个巨大的马戏团 想清醒过来吗 和我一起 从你该做些什么 开始重新想起吧 翻转电台 看清这个马戏团 看清这个马戏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整个这个部分我们称为个人主义平民主义时代必然的经济与政治制度 那我们不仅仅是要描述这些制度 当然是要看这些制度与个体到底有什么关系 那么今天这个地方它既是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连接点 其本身也是这些所有的制度与个体的连接点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核心就是劳动 首先我觉得不必去讲劳动跟个体的关系是什么 这个我觉得不用去说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也是停止了一天的劳动来听这个讲座的 这是群里的人 如果你在听到电台呢 你要么正在去劳动的路上 要么可能正在劳动之中 要么正在从劳动结束之后回到家 其实这三个时间点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你每天就是除了周末的时间之外吧 你都是要去劳动 因此不管你喜欢劳动或者不喜欢劳动 不管怎么说 从时间的消耗上 它消耗着一个从大学毕业进入工作到退休之前 一个人生活中最多的时间 也就是你一周醒着的时间啊 加起来大概可能是7乘以16 7乘以14这样子 其中绝大多数的时间 你每天8到10个小时的时间会用来劳动 所以说劳动呢 是我们平时做的最多的事情 而劳动呢 肯定受到我们前三期所讲的经济制度的影响 对吧 因为今时今日的劳动 是作为经济制度的一个环节 被着重提出来的 最大的区别呢 就是过去人们当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劳动啊 过去人们 从自从有人开始吧 从他们捡果子开始 从他们需要狩猎开始 人们就可以有被称为劳动的这个东西 但是那个时候劳动 那劳动本身呢 也是从经济学对于政治学贯穿的一点 所以从这里呢 确实可以看出来啊 劳动是个人主义 平民社会的一个大专题 在论述社会 这个整个社会的制度中间 一个特别重要的交叉点 这个交叉点 既是从整个宏观制度 开始落实到每个人身上 其实最重要的落实呢 就是劳动制度 那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之交叉点呢 其实也落实在劳动之上 所以说 对于整个劳动的理解啊 会是一个特别枢纽的作用 而劳动这个东西 我们最熟悉 每个人每天都在经历 除了群里的大学生朋友啊 其他人在生活中也经历了很多 但其实我们对劳动这个概念的了解却很少 就是因为 他在我们生活中 由于太常见 太司空见惯了 很可能你对劳动呢 有一些直观的感受 当然最直观的感受 就是你不喜欢劳动 你恨不得自己不要劳动 那在另外的层面之上呢 从这个感受衍生出去的方方面面呢 可能却非常的不熟悉 所以今天的内容呢 其实是一个挺重要的内容啊 就劳动这个部分 如果非要讲的话 其实值得讲非常非常多 但是我们今天这一期 基本上能够把 所有关键要讲的讲出来 并且通过它呢 连通到我们下一期 去讲政治制度的部分 OK 那么在具体开说劳动的分析之前 我们还是从我们之前 特别讲经济部分 愿意的入手点 从数据开始 我们依然给出世界银行 和这个OCD 国际经合组织的数据 来看看一个关于劳动的 还有一点点残酷的事实 那么上面那个图啊 是美国从1950年到2016年期间 劳动回报 就是劳动报酬 占商业支出之比的逐年下降的趋势 从1950年开始 那个时候可能劳动报酬非常高啊 就二战之后的时间 劳动报酬占商业支出 甚至突破过百分之百 也就是是超额的劳动回报 最后在1970年再次出现过 1970年 1960年再次出现过 超过百分百的情况 到今天呢 已经跌到百分之九十左右了 虽然整体的跌幅并不大 而且美国呢 历来也是一个第三产业 服务业非常发达的国家 而在一个第三产业 服务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呢 就劳动力支出啊 就是这个Wage Share 本来就应该占据一个 非常非常高的数值 但这个数值从50年到现在呢 确实是一路下跌 那么下面的图是对比各个国家 其实就相对来讲 更说明问题 也就是说 劳动支出占GDP之比 我们会发现 从1970年到2012年 所有数值都在非常非常快速的下降 所以不管怎么来说 劳动回报 占GDP的比重 和占商业支出的比重 都呈现一个逐渐下降的趋势 也就是说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增长 这个经济的回报 并没有体现在劳动回报之上 那如果你听过我们前面几期节目 你立马就能想到 那个会计横等式的存在 因为劳动回报的减少 我们也知道 个人的消费支出 由于绝大多数的国民 他的收入就是劳动收入 所以个人消费支出占劳动回报 当然 这个比例是绝对成真比关系的 如果劳动回报占GDP越多 个人消费的可能性就越大 当这个劳动回报占GDP的比例越低 就是工资啊 占GDP里面的比例越低的时候呢 个人消费拉动GDP的能力呢 必然在降低 所以说 劳动回报越低呢 我们也知道 一个国家GDP越依靠什么呢 他越依靠贸易和投资 因此呢 他的经济就越是国际化 按照我们之前的分析啊 国内市场受到政府调控的影响呢 就会越大 刚才这点关系 我希望大家还跟得上啊 如果没有完全跟上 问题也不是特别特别大 反正意思你能够很明白 如果劳动回报占GDP的比重 一直在降低的话 个人消费对于国家的经济 就没那么重要了 如果个人消费没那么重要呢 每一个劳动者的角色 其实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贸易和投资 就会占据更高的比重 这个应该是很容易理解的一个问题啊 所以在这个问题之下呢 我们首先就得到这个非常残酷的现实 也就是从二战之后到现在 作为每一个人啊 今天群里面绝大多数都是劳动者 对于所有劳动者来讲 实际上在国民经济中 这就是一个经济战主导的社会 对吧 在这样一个经济战主导的社会 二战之后 劳动者在这个经济结构中扮演的角色 是越来越下降 越来越下降的这么一个趋势 那么这个当然对劳动者来讲是个坏消息了 那既然是个坏消息 今天这期我们其实主要要讲的呢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讲两个问题啊 为什么如此 以及这样的一个情况 它将如何影响我们个人 以及如何影响政府施政的政策 主要呢 就是从这两个角度来构成今天这期 所以今天这期我们围绕劳动这个话题 希望能够对什么是劳动 这边怎么来的 什么东西在影响劳动 它又会如何影响我们 以及如何影响政治 产生一些比较多的认识 关于劳动问题为何和政治有关 这里我想举最近 这两天特别特别火的一个例子啊 就是996.ICU 这是国内的程序员群体里面 突然爆发的一个关于国内互联网企业 尤其是大型互联网企业 加班制度的一个批判和声讨 996意思很简单 早9点到晚9点 一周六天 现在还有997的公司了 对吧 有很多是995的公司 不管怎么说 都比这个国家所规定的劳动时间要长 所以说可见 劳动权益问题啊 绝对不仅仅是一个低收入者的问题 按理说 互联网程序员群体 在整个社会里面 已经算是高收入群体了 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 他们无病呻吟啊 就是拿这么高的工资 让你们加加班 你们意见还挺大 当然我们不能这么说 因为就是最最高劳动时间 劳动时间的制度 是劳动者的一个很基础的制度 这里我们完全不来做 这个用工单位道德上的批判 对于我们现在的关切 没有那么重要 现在我们关切的是 既然程序员是高收入群体 按理来说 这个社会上的程序员是供不应求的 如果这些公司996 由于程序员是供不应求的 那么就应该有公司 希望以同等的工资 却以更短的劳动时间 去雇佣这些劳动者 对吧 按理说自由市场 自由经济市场 是应该有自己的调节能力的 也就是说 这些程序员不需要抱怨 他们就很容易能够找到 非996的同等薪资的公司 但实际情况却不是如此 他们只能争取 不管他们在京东还是阿里 能够让这些企业 不要使用996制度来对待他们 可见超出自由经济制度 还有很多重要的问题在前面 在这个地方呢 要么是一个垄断的问题 对吧 由于大企业 垄断企业都采取996 所以说这些人呢 其实也没得选择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也知道 垄断是经济问题里面的 一个特别重心的问题 就经济问题的垄断 自由市场垄断问题 垄断可以说是经济制度 连通政治制度的另外一个东西 就反垄断 本质上是一个政治介入经济的 一个特别重要的领域 第二个 还有个东西啊 就说明 为什么很多小企业 现在很多小企业 也跟风做996 他们非但不采用 缩短劳动时间去挖脚 他们也跟随大公司 使用996 说明人生活在社会之中啊 他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理性人 劳动力问题呢 也绝对不会简简单单的 是一个经济的问题 就说明996对互联网企业啊 本质上不是一个理性经济竞争的问题 它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它是一个人们对于工作 和对于互联网行业竞争性理解的问题 对吧 在这些问题之上呢 他就连通到政治制度 连通到文化 等等等等一系列问题了 那我们其实还知道啊 不光有这个996WICU 对于劳动这个事情 尤其在我们国家的语境之下 一直来讲呢 还是歌颂劳动的 所谓劳动最光荣 这个歌我们从小就会唱啊 就这首歌 而且其实歌颂劳动本身呢 并没有那么荒唐 这不是一个纯粹的洗脑吧 我们说这就是统治者的洗脑之举 还不能这么说 就对于劳动的歌颂 其实绝对不是从我们这边才开始的 从卢梭对于社会契约论之中 就已经有对于劳动的歌颂了 或者在亚当斯密的国父论之中 其实也有对于劳动的歌颂 也就是说 当经济学认为 劳动是财富的来源的时候 对于劳动的歌颂呢 其实就是一个挺正常的事情 就卢梭对于劳动的强调 还在于卢梭认为 认知和学习 都是从劳动中产生的 而非从教育中产生的 这样的观点 在他的育儿名著 艾米尔之中呢 也会有提及 所以劳动本身呢 不仅仅还是一个 人获得收入的手段 在卢梭的语境之中呢 劳动还是认知和学习的手段 当然其实本身也是如此啊 当然我们也知道 在我们的语境之中 对于劳动歌颂呢 其实来源于马克思 对于劳动的歌颂 在马克思的劳动歌颂之中呢 就产生了一种 现代式的普罗米修斯式的神话 我们知道普罗米修斯 必须把这个 他是倒火给人间嘛 所以必须不断的忍受 那个苦意 忍受这样的折磨 所以劳动本身呢 也具有这样的循环特征 从来没有人是可以 劳动一天 享用一辈子的 劳动本身 首先是一个承担 对马克思来讲呢 劳动本身是一种否定 这种个人否定呢 每天不断的进行 但对马克思来讲呢 这种不断进行的劳动本身呢 却有一种道德的优势地位 正是因为如此啊 劳动创造财富 而工人呢 又在不断的承担了 劳动的辛苦 所以说工人群体呢 才应当作为社会的主力群体 和社会主要的统治群体而存在 所以说 对于劳动本身的歌颂啊 其实本身有处于经济学 和这个存在论领域的可能性 那么我们最开始对于劳动的理解啊 就一定要从存在论本身的优越性开始 也就是说 我们必须回到 不是大家每天在公司里这种劳动 而从一种更抽象的劳动开始 来看劳动对我们到底有什么价值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价值说的越好 大家就能够联系到 你其实平时这种价值感的感受越弱 因此呢 这里面才形成一种张力 也就是说 我们接下来要论述的 劳动本身的优越性 和劳动本身的价值之高 和我们实际劳动过程中 感受到的价值之低 这个张力和空隙本身 恰恰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 为什么劳动在今天被异化了 它没有能够让我们 感受到劳动本身的价值 那我们现在要讲的呢 就是从黑格尔开始 因为马克思就是青年黑格尔主义嘛 所以他肯定是继承了黑格尔的很多观点 那黑格尔是在精神现象学里面 非常系统的论述过劳动本身的价值的 而这段话是这样讲的 劳动是受到限制或节制的欲望 一记延迟了的满足的消逝 换句话说 劳动陶冶事物 对于对象的否定关系成为对象的形式 并且成为一种有持久性的东西 这正因为对象 对于那劳动者来说是有独立性的 这个否定的中介过程或陶冶的行动 同时就是意识的个别性 或意识纯粹的自为存在 这种意识现在在劳动中外化为自己 进入到持久状态 因此那劳动者的意识 便达到了以独立存在为自己本身的直观 这个话我知道我这么念一遍 可能用处不大 因为这话写得非常非常绕 所以说你可能有点不太知道 黑格尔这话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简单来说 这里面黑格尔是三层的逻辑 首先劳动是受到限制和节制的欲望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 劳动是对自身欲望的一种否定 这个感觉我们应该每个人都有啊 就是劳动是对自己欲望的否定 你希望躺倒不干 你希望在家能躺一天玩一天 但是劳动呢 你需要限制自己 所以劳动本身 首先具有一种自我否定的性质 这是存在的啊 黑格尔不会上来就认为 劳动有某种神圣性 劳动的起点是某种自我否定 第二呢 劳动也是一种外部否定 对于对象的否定 从这个地方呢 黑格尔开始进入这种辩证法 在这个辩证之中呢 劳动成为一种好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最开始理解劳动 首先就要理解这个辩证过程 这个东西很重要 劳动首先肯定是人与动物 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之所在 虽然动物也劳动 但那种劳动是在隐喻意义上的劳动啊 就是动物有时候也采果子 动物像海里也驻坝 鸟呢也驻巢 说起来呢 这都是某种劳动 但是这种劳动是建立在动物 本来就是非自由的 动物的所有劳动行为呢 都是本能 但人的劳动行为却不是本能 人首先是自由的 所以劳动的自我否定啊 就是必须做 就是人为了生存 所采取的劳动 它首先是一种对于自我的否定 劳动本身呢 首先意味着非自由 但这里可能稍微绕一点啊 我还是愿意把这里给大家讲明白 就劳动意味着非自由 本身特别特别重要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人可以选择非自由的劳动 这里就像黑格尔精神像学里说的 他开始意识到 他本身是自在自为的存在着的 也就是说 当人必须去劳动 因为劳动自我否定的时候 他必须有个前提条件 这个前提条件和动物不一样 也就是人本身是自由的 一个本身自在自为自由存在的人 才有可能因为劳动而不自由 所以说劳动的不自由和自我否定 首先就昭示着和体现着 人的一种自由的特征 这话兴许现在听起来没什么意义啊 这话听起来就像是绕 就是绕这个逻辑 劳动是非自由的 但是非自由的前提 你得先是自由的 你才能够非自由 对 这么说起来 只说到这一步 我承认 它听起来既没什么用 而且对于今天的劳动者 似乎也没有任何的安慰作用 因为今天劳动者说 是啊 我每天被逼去上班 然后我现在即便是想着 我是自由的 才可以选择非自由 这也于事无补 不能让我好受一点点 对 黑格尔也并没有停在这里啊 但我们知道黑格尔的辩证法 是在不断的否定的推动之中前进的 这只是第一步的否定啊 这里黑格尔要说的关键啊 我们知道黑格尔有著名的主奴辩证说 就是主人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奴隶 奴隶意识到这是主人 这是重要的 这绝对不在于奴隶 因为这个就自由了 主人和奴隶都是自由的 但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辩证呢 就是黑格尔这里讲 奴隶具以陶冶事物的形式 由于是客观被建立起来的 因而对它并不是一个外在的东西 而既是它自身 因为这形式正是它纯粹的自为存在 OK 这里就说到第二个问题了 确实劳动是对劳动者本身自由的否定 但劳动之中还存在一个否定 劳动本身存在的对于外部事物物性的否定 这个物性的否定其实特别简单 就比如说一个农民他要去除虫对吧 他要去农田里把虫除掉 那么这就是对于虫的物性的否定 也就是说劳动只要不是纯粹依循自然 他总是要对自然做些什么 他对自然做些什么的部分呢 就是对于自然本身物的物性的否定 为什么会否定这些物呢 这就是黑格尔说的 就是劳动者本身自为的形式 就劳动者自己觉得虫不好 虫要去吃那个菜不好 所以说他要去除虫 比如说我们看到园钉在修剪一个树木 去除树木的顶端优势 就树木要自己在森林的成长 是会长出顶端优势的 但我们为了让树木长得更茂盛一些 我们主动的剪除其的顶端 是用我们自为的形式 去对于物的物性进行否定 所以你看 首先劳动是一种对自我的否定 但是呢 又以自我的一个形式对物进行否定 我们你即使不知道辩证法 这话你肯定也听过 辩证法两个否定之否定呢 就形成了一个辩证 所以劳动为什么在黑格尔的体系里面 如此重要 就是因为劳动的概念体系 构成一种否定之否定 他首先是对于自我自由的否定 同时呢 他却又自由的对于外物的物性进行否定 所以透过这个过程啊 一个人的意识才真正确立起来 因此呢 人在劳动中确定自己的意识 我就举更贴切的一个例子 因为这个地方 我觉得一定要理解才能往下 比如说我每周花很长的时间 准备这个发展电台的分享 然后每周一晚上 每周一的白天 几乎花一整个白天 绝大部分时间来做这个keynote 晚上再花两个小时来讲 这当然是对我自己自由的一种否定 这里面包含着一种自我否定 因为我只要对你们承诺说 要去这么做呢 我就必须每天甭管这个时候 我愿不愿看书 我都逼自己得看出书来 所以说你们也能知道这个发展电台的所有过程 不全是我带着玩耍一般的快乐在做 里面很多时候 它是一个labor 是一个劳动 但这个劳动本身呢 又有我对于外物的否定 但当然是我认为现在的社会文化不好 现在社会出现的问题 我才来讲这个东西 因此讲的过程呢 其实又包含着 我对于这个世界的否定 其中这个我对于世界否定的形式 却是完全自为的 所以比起在一个躺倒在床上 什么也不做的李侯诚 一个透过批判 每周一讲东西的李侯诚 在黑格尔这里呢 当然对于精神来讲啊 他的意识得到了 这个offerband 就是阳气 他进入一种更高的否定意识的特征 所谓的知性理性 可不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来的吗 所以说黑格尔这里劳动 为什么如此重要呢 就是对于意识的发展 劳动所带来的这组否定之否定呢 是必备的 所以说 anyway在黑格尔这里 其实在黑格尔和马克思这里 就是有一个 我们现在可能不太理解的 就批判是一种劳动 批判本身就是一种劳动 就马克思有一个很著名的话啊 就描绘在共产主义情况之下 人们做什么 他说他们上午捕鱼 下午狩猎 晚上从事批判 对吧 所以说这个上午捕鱼 下午狩猎 大家都能明白是在干什么 但晚上从事批判 为什么是一种活动 对 就在黑格尔这里 大家就明白 从事批判 为什么是一种活动了 这代表人对于外在世界 或任何事物的否定 这个否定本身啊 对于劳动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恰恰因为这个关系呢 黑格尔认为啊 奴隶透过劳动 真正具有了能动性 所以奴隶所存在的这个意识 是一种更高的意识 当所谓奴隶主意识到这点之后呢 主奴关系就形成了导致 其实主人依附于奴隶存在 在这样一股关系之中呢 奴隶是真正具有能动性的那个对象 所以这个呢 就是黑格尔想说的 也是黑格尔 对于劳动本身的价值 没到歌颂的地步吧 对价值的肯定 在马克思那个地方呢 也形成了对劳动肯定的一个基础 这本身当然是相当有道理的 这个其实跟卢梭所说的那个 人的学习和认知过程 是通过劳动完成的 可以说是为卢梭的那个判断 做了一个辩证法 和辩证逻辑上的论证吧 其实你看范围隶他一直在讲啊 大家要做事要做事 光知道知识没有用 其实那个做事本身 如果用辩证法来讲呢 其实也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这是我们大家所不熟悉的 实际上劳动之中 是存在着一股很强的张力的 就劳动作为一种能动的存在 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单一化的行为 在劳动之中 有理想有现实 有肯定有否定 有抽象有具体 有积极有消极 对吧 从黑格尔这里应该很容易能看出啊 就是劳动是对于现实之物 一种理想化的塑造 这个理想塑造呢 其实就是所谓 每个人那种自为的形式 劳动之中呢 有肯定 有否定 他肯定着自己非自由的一个东西 也对外物进行的否定 他当然有抽象 有具体 有积极 有消极 这两个词汇的对子的关系 我就不往下说的 意思是 劳动的重要性啊 劳动为什么对生活如此有价值 恰恰在于 劳动之中存在着的这个张力 那么如果大家闷心自问 你每日做的劳动 是不是有这个张力呢 当然很可能就不太有 当然我可以说 我现在做这个劳动 就是翻转电台 如果做一种劳动本身啊 这个张力是非常非常足的 所以说我没什么怨言 就一直这么干着 干得也还挺开心 但如果你是一个雇佣工作呢 这个雇佣工作之中 可能真的就不存在这个张力了 也就是说 我绝不会认为 任何劳动都有这个张力 这个张力呢 是丧失的 从自然的劳动 到现在制度化的劳动过程 恰恰就是劳动张力消失的过程 而劳动的张力为何消失呢 恰恰就是我们今天要通达的 而劳动张力的消失 绝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而本身是一个政治学的问题 这就让劳动具有了非常强烈的 就动态变化者的劳动啊 具有了特别强烈的政治学的一面 马克思呢 是继承了黑格尔的一个学说 但是在马克思这个地方啊 劳动失去了否定之否定的意义 成为了一种纯粹的否定 马克思曾经有一段时间 1843年 应该是1844年到1845年期间 生活在巴黎 在这段时间 马克思有非常著名的比较早期的这个手稿啊 1844 经济学哲学手稿 也叫做巴黎手稿 这个巴黎手稿呢 为什么如此重要呢 是这个巴黎手稿 就是劳动异化学说的发源地 在这个1844 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中 有一段非常非常著名的 对劳动的论述是这么讲的 首先 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 也就是说 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 因此 他在自己的劳动中 不肯定是自己 不是肯定自己 而是否定自己 不是感到幸福 而是感到不幸 不是自由的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 而是使自己肉体受折磨 精神遭摧残 因此 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 才感到自在 而在劳动中 则感到不自在 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 而在劳动时觉得不舒畅 因此 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 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 因而 他不是满足劳动需要 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一种手段 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的表现在 只要肉体的强制 或其他强制一停止 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 外在的劳动 仍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 是一种自我牺牲 自我折磨的劳动 当然我相信这段话 大家就比黑格尔所讲的那种 否定之否定的能动性劳动 会更加感同身受 尤其是那句话 其实没有 现在不太有肉体的强制了 只要工资的强制 和烤金的强制一停止 这群里的人 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 可能很多人确实会是这样的 这也没什么可苛责的 因为这就是所谓的被异化的劳动 所以我们这里来切入政治学 来看看为什么劳动展现出如此否定性的一面 他丢掉了什么导致他否定 所以说他丢掉了绝不简简单的是马克思说的 他丢掉了对于生产资料的控制 没有这么简单 在汉纳阿伦特的名著 人的近况之中 汉纳阿伦特非常长篇大论的描述着劳动 在那里面呢 他提出了两个对立的概念 用的是labor和action两个词汇 但是原著可能是德文的 就发现到英文是labor和action两个词汇 这两个词汉汉纳阿伦特 尝试把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 做更扩充的认识 当然汉纳阿伦特呢 跟海德哥和亚斯贝尔斯一样 他的论述是回到古希腊来考察的 在古希腊呢 汉纳阿伦特发现有三种形式的活动 机器引人注意 一个活动呢 是今天被称为finance的活动 finance今天当然就是经济 finance这个词的词 跟在古希腊可不是经济的意思 这个词是家政学的意思 就是一个家庭内部的 属于家庭这个私人领域的活动 被叫做finance 这种纯粹面向私人的家政呢 在古希腊更多的被用于 今天labor这个词来描述 它是一种劳动 而我们知道古希腊更重要的呢 是面向公共的 不管是当一个法官 参与辩论大会 公民投票 逃遍流放 奥林匹亚大会 出去打仗 等等等等 就是古希腊人 当然积极地投身于 这样的政治事物 这种东西面向公共的 政治的事物呢 是由politics 是由政治学来领衔的 就这样的东西呢 在希腊 就汉纳阿伦特认为 更好被描述为 类似于action这样的词汇 它是一种行动 而不是一种劳动 当然古希腊还有一种啊 就是柏拉图讲的 就人最高的行为 就是沉思 那沉思更多对应的呢 是行而上学 那沉思本身呢 就是一种超政治的 它甚至比政治更高 因为政治本身是实践智慧嘛 它是一种超政治的 是一种走向真理的事物 所以说 在古希腊呢 汉纳伦特发现了一种 从劳动到超劳动的 一个谱系 也就是说 纯粹负责家政事物 面向私人领域的呢 这个家政学 这就是典型的 劳动的领域 而面向公共 面向政治的 与公共生活之善 良好的公共生活相关的呢 这种东西呢 称为行动 是政治学 当然人呢 还可以沉思 走向行而上学 当然黑格尔那种能动性呢 也能够被纳入到 这个体系之中进行考察 但这里有个挺重要的东西啊 我们都知道能动性本身 可能它只是某种欲求 某种力 但它并不保证是善的 能动可以能动的走向毁灭 也可以能动的走向提升 然后辩证 本身是有一个不断上扬 和飞升的过程 但是在 例如在舒本华 或者尼采那个地方 这个是不是一定走向 一个更好的过程啊 是不一定的 所以说不管是面向私人的 面向公众的 还是超政治的 并不保证一定会好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就最近的一期问答 里面提到什么 pathos ethos之类的 我们也知道 这个ethos本身有强烈的 实践智慧 对吧 但是我们也知道 实践智慧是面向公共的事物 也就是说 在从劳动到超劳动的谱系之中 面向公共政治学 就汉纳伦特被称为action 行动的那个东西 有实践智慧 而家政学 面向私人的 就今天称为经济学的东西 是没有实践智慧的 因此 它是没有那个 从普遍性到一般性的过程的 家政学可以说 就是面对一般性问题的 它并不面对普遍性问题 所以说在家政学问题之上 没有ethos 所以当今天我们走入一个 全面经济社会 为什么ethos会烈化 其实从这里就能找到一个根源 因为家政学是没有ethos的 所以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考察 这里面所说的labor和action 沉思 大概不是我们今天主要关注的领域 我们就今天主要关注的 就是这个labor和action 从那个时候到今天的变化 那个时候不用一杆子 一定要撑到古希腊 大概就是从农业到工业的转变 所以说我们首先就来看看 从这个土地家政 到工业劳动的这个过程 用土耳干的框架呢 其实就是从无机团结 到有机团结的过程 当土耳干说有机团结的时候 还是被当做一个比较 好的事情来说的 当然土耳干在有机团结之中 也立即发现了所谓示范的问题 这个我们之前在那个欧洲近代史 与近代思想史那期其实讲过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听一下 无机团结 有机团结 师范等等的问题 但不管怎么说 从土地的家政 农业劳动 到工业劳动 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就我们在上上期 其实也讲过 土地劳动是非常特别的 在这个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后 经济学家去到泰国 去问当地的农民说 你们最近是不是损失惨重 因为你们国家的货币都崩溃了 农民的回复是 什么叫货币崩溃 什么是金融风暴 根本不知道 但是今天就是 例如08年 我们的这个新劳动法颁布之后 东莞很多 这个工厂 风声鹤唳 纷纷搬到东南亚 就是那公民面 就是所有的工人 面临下岗事业 当然知道什么叫做 制度对自己的影响 所以说从土地劳动来讲 土地劳动就是一种 自为的劳动 基本上存在在 黑格尔那个特别单纯的 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之中 而我们之前其实也讲过 在个人主义之前的 土地劳动是什么样的 我们知道土地 基本上是以自然村委单位的合作 以家庭的合作 或者是村舍的合作 土地所有权 这个东西可能需要地气 很多山沟沟里的村子 根本就 就周围可开垦的田 大于这个村子的开垦面积 可能连地气都没有 就是你只要 坐有余力 你就多开垦就行了 所以说 当然即便是有地气的地方 这个东西是完成 完完全全属于私人的领域 从育种到播种 到所有的合作 就是农业本身是一个 完完全全私人的东西 所以说农民去整一块地 和农民整理自己的家 是很像的 它是一个特别内在的 私人的行为 就所有这一切都与 个人主义之后 所强调的是巨大的不同的 尤其最不同的 我们之前讲过 个人主义其中 有个特别重要的东西 就是私有产权 但实际上 在特别稳定的农业关系之中 即便是有基于粮食的借贷 地气和劳动背后 才是一种真真正正纯粹的私有产权 只要你有地气 或者你在农村里面 一个自然村子里面 你自己所开垢的土地 和土地上的产出 这个才是真正正正纯粹的 不用法律去界定 依靠自然秩序 即可完成的一种私有产权 在听这个地方的时候 由于大家可能 我想绝大多数人 都并没有农村工作的经历 尤其是今天的农村 我们的土地制度等等 也发生了改变 可能也并不是那个时候了 但大家呢 总有自己的工作经历 所以可以把自己的工作经历 和这个两相对照 第一呢 从泰国农民不知东南亚金融风暴来讲 就是你所从事的工作 和宏观经济形势有没有关系 和人民币币值的稳定 有没有关系等等等等 你可以想想这个依存程度 第二 在你的这个关系之中 不管是你所在的公司 还是你自己 这个私有产权的纯粹程度有多少 就你的劳动能够获得 劳动报酬的程度有多少 有多少部分是你自己说了算的 我说的最简单的 就是你的工资报酬里面 所需要缴纳的税款 保险 公积金的部分 是不是你自己可以说算的 第三 你所从事的这份劳动 是不是一个私人领域的事情 还是你会更认为 你所从事的这份劳动 其实是一个公共的事情 它是有公共属性的 所以说土地家政啊 这种finance和工业劳动呢 确实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 这样的一个跨越 其实恰恰呢 就是问题之所在 在这样的跨越和变化之中 黑格尔这种单纯的否定 只否定的劳动 变成了我们今天这种 仅仅存在马克思所说的 自我否定 并没有第二层 悟性否定的那种劳动 所以说从雇工开始啊 从雇佣工人开始呢 劳动进入一个新的局面 第一个局面就是马克思 那个批判的基础啊 就是生产资料不归你所有 生产资料不归你所有的 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在于对于 物性的否定不在劳动者了 而在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 假设我现在在 可可可的工厂里面 去灌装可可可乐 我作为灌装生产线的员工 为什么要灌这瓶水 如何灌这瓶水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就是对于这个 物性的否定 为什么要把这个塑料 冲压成这么一个瓶子 为什么要将这个水关系 撞到箱子里 这不由我说了算 这个自为的形式 是由工厂的 实际所有者决定的 不由我决定 所以说黑格尔所要求的 第二种否定 对于物性的否定 就不在劳动者了 因此劳动在这里呢 成为一种纯粹的私人否定 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劳动进入了公共领域 劳动与他人的生活 产生强烈的依存关系 今天是一个分工社会 在一个分工社会 几乎没有人独立 自主的完成 自己的所有劳动 当然大家可以再次看到 就是可能我现在 做这个事情的特殊之处 当然也不完全 比如说我得放到 网易云约上面 我现在正在微信里面 使用 Basically 我还是在使用各种平台 但是除了平台性调用之外 这个事情是比较独立 个体的 但更多人的工作 会更公共 与他人的生活关系 特别强烈 就越是这种 有机团结的分工社会 越强烈 这个与过去是不同的 第三呢 就是虽然今天这个社会 极其强调私有产权 但其实私有产权 跟农业社会比较成了 一个有瑕疵的私有物 所以说我们会发现 所谓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的很多基础价值 就是从这里来的 由于悟性的否定 不在劳动者 而在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了 所以说生产者 一个劳动者 就今天听群里面 绝大多数人 已经不能够从劳动中 获得超越性了 从劳动中 获得自己意识的 那个自为存在的感觉 所以说呢 个人主义 其中包含了一种 特别个体的 关于自我意义的追求 对吧 这是我们之前讲的 个人主义里面 每个个体首先有他自己的合法性 他自己的合法性 也许与某种群体合法性有关联 但是合法性呢 是以个体为单位 存在于每个个体身上的 所以说呢 正是因为 劳动本身不能给他提供这个 他才有别的超越性的诉求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今天可能心理学才成为 可能跟经济学 并驾齐驱的第一显学吧 大家最愿意学的知识 这种对于个体心灵的关照 对于个体自我精神状态的关照 恰恰来源于 劳动本身脱离的超越性 第二 我们也知道 在个人主义之中呢 很强调个体 强调消极自由 对吧 我们知道 这种所谓的消极自由 就是其他人别干涉我的自由 是个人主义一个 特别核心的意识形态 而这样的意识形态 怎么产生呢 这样的意识形态 当然是因为一存而产生的 也就是说 在一个浑然天真农业社会里面 没有人真正去在意 别人要不要干涉自己这件事 因为在那个情况之下 他甚至不是一个坏东西 在古希腊城邦里 也没有人太去想 别人干不干涉的事情 但恰恰 劳动作为一个私有领域之物 进入公共领域 与他人形成强烈的依存关系 个人啊 真正这种现代消极自由个体 才从里面产生 也就是说 这种依存本身是具有否定性的 这种依存本身 为什么具有否定性呢 非常简单 因为这里面所有劳动者之间互相依存 但他们都不掌握生产资料 所以这种依存本身 确实是具有否定性的 正是因为这个东西 我们讨厌这个依存 我们不喜欢这个依存关系 这个依存关系啊 我们需要用伦理 法律和其他东西 划清边界 因此个人的意识呢 是产生的 所以我们会发现 个人意识 恰恰产生于 个体 整个意识 难以保存的时候 从中浮现出一种明确的个人意识 私有产权 其实也是一样 私有产权 关键的产生 其实来源于私产的烈化 也就是在农业社会里面 一个私有的产权 是非常明确的 但正是因为 脱离农业社会 我们都说了土地是一个特别特别特殊的财产 我们之前在很多节目里都讲 恰恰因为农民失去土地 他现在所有的货币财产和财物 其实都是一种特别有瑕疵的私有物 我们很难想象 偷了别人的一块土地 对吧 但偷别人的财物是很容易的 偷别人的钱是很容易的 也就是说 他现在的私有物变得非常有瑕疵 他的产权 瑕疵非常强烈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产生了强烈的 私有产权制度 和需要保护私有产权的冲动 所以从这三个方面 我们发现个人主义 特别核心的三个领域 第一是个体对自己精神状态的关照 第二是消极自由 第三是私有产权 其实都可以从劳动状态的变化中 找到它的来源 正是因为劳动 悟性的否定消失 正是因为劳动与他人的异存关系 正是因为这种新的劳动 产生有瑕疵的私有物 所有的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 恰恰就是劳动状态改变之中 产生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花时间去分析这个原因 恰恰是要说明 如果这个劳动你不喜欢 这个劳动你不乐意 也许解决之道不是平民主义 不是用平民主义 对个人主义反抗的一个方式 去消解劳动 而是可以从这三个角度入手 我们在今天能不能怎么解决 劳动变化这三个问题 私产的问题 人与人之间坏的依附性的问题 和悟性否定缺失的问题 我们如果解决之后 似乎个人主义的内在矛盾 就自然解决了 不需要走到平民主义那里去解决 所以说花这么多时间 分析这个东西呢 就是要说明 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看到了嘛 平民主义的产生 基本上就是对个人主义这个否定 一会儿我们也会继续讲啊 就是在劳动异化上 平民主义是怎么产生的 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逻辑 去否定个人主义 OK 所以这里就是让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就如果我们之后说到 个人主义 平民社会的一些解法 的一些可能性的时候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一种 非常重要的可能性的这个来源 恰恰我们对应性的 去解决劳动的问题 兴许就能够解决个人主义的问题 那么其实我们这里还没有完全说明 我们这里已经描述了 这个转变转变了 也三个方面 但怎么转变呢 其实说的还不透 我们继续说一下 在农业家政的时代 其实对于家政呢 是有逃避的 也就是说在那个年代 有很多群体是不劳动的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古希腊是续奴的对吧 古希腊是有奴隶制的 之所以需要奴隶呢 就是要来奴隶做家政的工作 很多奴隶呢 就是帮种田 帮买东西 帮维持日常生活 那在封建时代也是如此 地主和封建主啊 是不进行私人家政和劳动的 也就是说地主和封建主 当然有交换 那种消费性的交换 用钱去买商品啊等等的 但是他们是没有任何生产性的交换的 我们之前讲到美国革命的时候 其实也讲过 在美国那个年代 很多人啊 尤其是很多从政的人 他们可能之前是个博物学家 或怎么样 都非常不愿意在人前 说自己是个博物学家 因为博物学家 似乎又进入了某种分工 进入了某种工作和劳动的领域 他们最愿意就保持这种 自己最大的身份 就是一个种植园主 作为一个种植园主呢 自己是免除劳动的 这个是进入上流社会的一个 特别特别重要的条件 就弗兰克林到最后 都没有进入上流社会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最后 也没有成为一个种植园主 所以说 这个在英国呢 被体现为我们之前所说的脱离党 在美国典型的体现为 南北战争之前 南方的种植园训奴主义者 你就说 在那个时候 有很多人是不需要劳动的 他拒绝一切分工意义上的社会劳动 他以地租的方式 维持着他自己的收入 而我们知道 为什么要说英国的脱离党 和美国的南方种植园训奴主义者呢 我们找到这两个关键 就可以看到劳动是怎么变化的了 因为在英国呢 脱离党被辉格党所替代 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呢 奴隶制被废除 因此这种家政的劳动 正是慢慢转化为工业社会的劳动 因此聚焦在这两个点上 我们就能看到 看到劳动转化的内在动力 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东西 导致劳动一定要发生这几个变化 灰格党当时在英国啊 就是以脱离党抗争的时候呢 这就是在光荣革命之后 他们提出的口号就是劳动至上 因此对于一切传统地主 以地租作为收入 在灰格党看来是有道德瑕疵的 因此人类历史有一阵啊 是彻彻底底的强调过一种劳动至上论 有一种劳动的歌颂和劳动主义 这个还持续了一段不短的时间 就著名的社会学家 这个鲍曼 有一本书啊 叫做劳动消费和心穷人 好像不叫劳动消费和心穷人 反正有消费和心穷人 讲的呢 就是劳动伦理转向消费伦理 这个劳动伦理转向消费伦理 我们一会还会讲一讲 但不管怎么说 在这个时候呢 转向一种劳动伦理 在过去呢 在社会上的上流老爷们 强调不要劳动 而灰格党上台之后 强调大家都要劳动 劳动至上 而我们知道北美费奴运动呢 有两个主要的动力 一个动力呢 是清教徒本身对于奴隶制的反对 第二个动力呢 就是北方这些工业州 尤其是向西部开垢的地方 需要大量劳动力 而大量劳动力以终身奴隶制的方式 被固定在了南方的种植园 因此你开再高的价格 它都无法流入市场 所以说 不管是灰格党 还是北美费奴运动 它都象征的一个秩序的崩溃 也就是说 他们希望地主与农民这种关系 被变为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关系 资本家本身是需要劳动的 对吧 虽然在马克思那里 它体现为劳力劳动 雇佣工人体现为体力劳动 但anyway资本家也需要劳动的 就今天世界上那些首富 那些最大的资本家们 就连李嘉诚本人 他可能也需要一天劳动 他与地主那种两脚一枪 那里收租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呢 在地主与农民的这种劳动关系之中 它是有一附关系 与黑格尔所说的主奴逆转的 就黑格尔说主奴逆转 还绝对不是一个安慰性的话 它是实实在在所存在的 如果大家了解一些南方种植园的故事的话 其实北方去解放奴隶的时候 很多时候也是暴力废奴 就是很多南方的种植园主 跟奴隶的关系没有那么坏 就是一种很类似于 稍微疏远一点的家人的关系 并不是所有所谓那个时候奴隶主 都把奴隶当牲口一样 其实也不是如此 但事实上直到后来资本家 家与雇佣工人的关系的矛盾 比地主或者农场主与奴隶的关系 可要尖锐的多 也就是说地主关系 在他们日常生活之中 这个地主是真真正正能够意识到 被固定在他家农场上的这些奴隶 它是靠他们活着的 但在第二种关系之中 真的是缺乏内在的可调和性 所以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在我们说经济最开始 我们把1800年工业革命之后 并不把它叫做增长 而把它叫做失衡 这个失衡也可以从这里来看到 也就是说在农业生产秩序之下 在家政私人里面的劳动之中 地主跟农民的关系 是一组平衡的关系 包括我们之前讲俄国平民主义的时候 我们知道俄国的农奴制 它其实是一个和地主相当平衡的关系 而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关系 直到今天它为什么不平衡呢 对吧 我们最开始已经看到两张图表了 这两张图表中工人工资 不管是占商业支出的比例 还是占GDP比重 都在快速的下降 这种关系才缺乏内在调和性 是真正的失衡 1800年工业革命之后的大失衡 也可以看作就是脱离党 与这个蓄奴州的崩溃 与辉格党和废奴运动的上台 所带来的劳动的转变 不是劳动者本人的意志 是辉格党党员和北美的人的意志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求这个呢 就从要求废奴 从要求瓦解土地地租秩序之中 他们想得到的是什么 我们还是回到私有产权 他们最终诉求的是一个这样的私有产权制度 就是私有产权制度 其实是有去内涵的 它绝对不仅仅是检与担政事 每个人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那么说太简单了 就阿玛迪亚森 这个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对于什么是私有产权 有一个三段的定义 在阿玛迪亚森看来 所谓私有产权就是指 这个不管资本家还是工人都适用 第一 人们有权拥有自己的劳动 第二 有权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进行生产 第三 有权交换着自己的劳动 其实所谓的私有产权制度 是这三点 在阿玛迪亚森划开这三点之中 私有产权与劳动是高度相关的 确实如此 一个人有权拥有自己的劳动 并有权自由地交换自己的劳动 能够以自己的劳动进行生产 其实基于劳动 外面就是秩序 是真正私有产权的秩序 而什么叫私有产权制度呢 尤其是所谓私有产权 神圣不可侵犯 我们知道中国人说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 这个神圣在这里是一个隐喻的意味 大概想说的是它特别重要 但是在欧洲 我们说这个 Property是Divine的 这个Divine这个词 在欧洲可不是我们隐喻的意义 只是说其重要了 在那个地方说神圣就具有宗教意味 所以说人有权拥有自己的劳动来生产 来交换的具有宗教上的优先性和重要性 宗教是有排他性的对吧 所以说不如说个人主义所要求的私有产权 说的就是除了这三条之外 社会不应当有其他的限制 就是我们不应当限制 比如说奴隶制就是一种限制对吧 奴隶让奴隶没有权利拥有他的劳动 因此他也没有办法把劳动拿到市场上去做交换 他只能够把劳动就是给当奴隶主 这是一个依附的关系 因此实际上私有产权制度 是对社会一种极大的简化 在私有产权制度之前 不管是劳动还是劳动的生产关系 还是人要不要交换自己的劳动 是有特别特别丰富的 复杂的伦理权利阶级制度作为保证的 而私有产权制度不如说 就是要瓦解这一切的制度 形成一个最简单的 以这三条原则为主的一个社会制度 在过去有很多不动的东西 奴隶关系 贵族的关系 国王的关系 神圣的关系 都是凌驾在劳动之障的永恒性的关系 他希望这些关系都不要存在 所有不动的东西都要瓦解掉 只留下一个不动的东西 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流动 劳动 生产 交换 就是个人主义的那种流动性特征 他希望保持这种流动的永恒性 而将以往一切禁止的永恒性的东西 全部打破和瓦解 因此这种有权拥有自己的劳动 以自己劳动的基础生产和交换的 形成一种特别个体化的 特别束朽的 特别依赖于交换的简化的社会制度 这里很重要 就理解私有产权制度 是一种对于社会秩序的简化 是今天特别重要的一点 这种简化里面 它当然包含了对其他秩序的排除 所以这个社会 慢慢有好多之前有的东西就没有了 一个最简单的东西 比如说道德 道德在过去 当然是凌驾在劳动与劳动交换之上的了 但如果真的私有产权 神圣不可侵犯的话 道德当然就可侵犯了 比如说一个人需要 没有权利交换他的劳动 而必须强制出让他的劳动 去维护其他人权利的事情的时候 这就不行 如果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 道德与自由 可许就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可以发现996.ICU 在里面可以成立一个基础 因为996.ICU 是不违反这三条条件的 而我们也知道 很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是反对劳动法的 所以说私有产权制度 不仅仅是一个确立 同时是一个巨大的排除 最简单 我们之前说过 有这个finance进入现代意义上 是以政治经济学的姿态进入的 而到19世纪 政治经济学慢慢被剥离 成为经济学 其中最关键的改变 就是认为国家不应该干预市场 也就是说私有产权制度 还希望能够把国家的权利 尤其对于国内市场的权利排除在外 所以说本质上它有一系列的排除 最核心最关键的就是公共性的彻底丧失 也就是说当个人拥有自己的劳动 能够与劳动生产 劳动进入市场交换 作为最基础权利的时候 公共性就彻底的丧失了 这个原本仅仅存在于私人领域的家政 就成为了社会唯一神圣的制度 所以说有非常精辟的说法 所有权制度就是资本主义的诞生地 确实资本主义就诞生于私有产权的制度 而著名的历史学家布洛戴尔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论述 叫做布洛戴尔中兆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社会部分 仿佛存在于一个与世隔绝的中兆之中 比如说布洛戴尔发现在这个15几几年 你知道18几几年 直到后期工业革命之后 完全形成资本主义社会之后 整个社会传统的那个由教会 由社会组织形成的社会 仿佛存在于一个与世隔绝的中兆之中 资本主义将社会整体排除了 那么理查德·桑内特的名著 公共人的丧失大概指的 就是资本主义文化在这个周期里 对于公共与彻底的排除 所以私有产权制度 是一个特别具有排除性的制度 所以说工业生产 我们知道虽然它如此的强调私人权利 但我们之前分析劳动也知道 工业生产是一个分工劳动 它是一个非私人的 是一个一连串的社会事件 就有一个很有明确的文章 叫做收入是一连串的社会事件 那么同样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一样 不一样农业生产是个很个体性的 工业生产是一连串的社会事件 因此家政学首先成为政治经济学 进而成为纯粹的经济学 所以过去有一个两分的领域 一个是私人的生产的领域 和公共的政治的领域 现在这两个领域合而为一了 就是现在不存在纯粹私人的领域了 因为劳动本身是个公共领域 而公共的政治也被排除了 这部分消失了 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替代私人与公共的区分 所以生产性的私人领域和政治性的公共领域 现在都消失掉被排除了 形成一种只有经济学的社会领域 成为了现在我们的社会 那么这个就是个人主义 其中私有产权制度确立之后 对社会有一个特别巨大的改变 因此这里所改变的不仅仅是劳动的异化问题 从汉德阿伦特角度来讲 这是努力和行动区分消失的问题 再也没有基于私人领域的劳动 和基于政治领域行动的区分了 他们变成了一种统一的东西 就是我们今天被称为劳动的这个东西 所以说可能不是马克思视角的劳动异化 因为劳动异化太单点来考虑这个问题了 它更像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完全丧失 导致劳动成为了一种全新的行为 这个行为在过去是没有的 就今天这种经济学意味上的社会行为 在过去是不存在的 这是一种全新的行为 所以随着这个ethos 因为劳动的改变而烈化的过程 随着劳动排除一切 因此劳动本身的否定特征 同样就被带到了世界之中 就是政治学那种永恒的肯定 被消除了 私人领域自我否定的劳动 完全进入到社会 所以社会整个世界 随着劳动的入侵本身也烈化了 从劳动到政治到沉思的这个关系 可以用以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学科区分来看待 就是劳动是一种制作 是一个technique 是一个技术 而政治是实践智慧 而沉思是真理 沉思今天暂且不说 当政治被排除之后 实践智慧被隔离出我们的生活 我们完完全全成为一个技术性的社会 所以说私有产权制度 令整个世界被锁定在一种技术性的制作物之中 而之前我们分析过了 这种技术性的制作物的制作过程是自我否定的 对吧 因为这种技术本身不由你 这个流水线不是你生产的 即便是设计流水线那个人 也不由他 是他们公司做的 所以说当世界被锁定在技术制作物质中之时 世界也成为巨大的技术制作 以自我否定的一个立场 整个世界成为一个以技术制作 来自我否定的一个场 就任何人在网上学一个knowhow的技术 完成自己一个什么算大 其实本质上都是一种自我否定 我们之前做过很多knowhow批判 在这里暂时不这么多说 所以说当劳动这种新的社会劳动 完全统治世界的时候 这个世界成为一种非永恒的 肤浅的且自我否定的社会 所以一个只有现代劳动的世界 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世界 同样对一个个体也是一样 一个只有现代劳动的生活 也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生活 既然这么可怕 人又是有能动性的动物 所以人就会想到来逃避劳动 因而逃避世界和生活 这个时候慢慢 这个平民主义就浮现出来了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劳动有两种逃避的方法 这两个方法一个是消费 一个是刚才我们所讲的沉思 消费是劳动所得 就是马克思所讲的劳动者不为了劳动 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劳动所得 劳动所得干嘛 就可以消费 消费本身是一种自我肯定 对吧 因为消费是个选择 是你对自我意志和欲望的肯定 你自己有一个自由 在你可消费的框架之内 选择什么样的商品 和什么样的服务进行消费 同样消费也是对于外在物的肯定 劳动是对于物性的否定 要去改造它对吧 消费是对物性的肯定要去接纳它 所以说消费是一种双重的肯定 既是对于自我行动力和自由的肯定 也是对于外在物物性的肯定 完蛋 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之中 肯定之肯定 形成对于人的意志的根本否定 所以消费本身是一种 对于自我的根本否定 这个我们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文章 就是在饭店小品里面念过 就是克里斯纳姆提的 享乐主义与恐惧的关系 其实本身上 如果要做行而上去的推演 说的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如果要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说 享乐主义就是一种双重肯定 既是对于意志的肯定 也是对于外在物性的肯定 这种肯定之肯定 实际上是对于自我意识的一种巨大恐惧 对于自由的巨大恐惧 和一种根本的否定 所以说消费确实是今天 非常重要的逃避 就是我们在生活中真的很难逃脱 即便我自己很多时候 如果压力太大了 很多时候都可能会需要通过消费 来进行一个短暂的逃避 但这种逃避之后 你立马能够在拆开包裹的时候 发现这种巨大的根本否定 另一条路就是沉思 而且一定要注意 这种沉思不是城邦式的 在公共生活之中的沉思 而是我们之前讲到奥勒流沉思路一样 搜狗学派这种逃离公共性的 独善其身的思索游戏 在讲奥勒流的地方 我们就讲过这种逃离公共性的 独善其身的思索游戏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就像佛教其实也具有这样的一个特征 就是所谓宇宙论意义上的虚无主义 这种沉思 一种脱离公共性的 纯粹独善其身的思索游戏 很容易进入一种宇宙论意义上的虚无主义 当然在本质上 我们在《流浪地球》这个破电影 为什么那么火的那一期 其实也讲到这个问题 这就是因为今天社会的另一个逃避方法 就是这种宇宙论意义上的虚无主义 这种逃离公共性的 完全独善其身的思索游戏 所以这两者劳动的两个基础逃避 都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消费和沉思 有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当然第二条沉思之路 在今天也被体现为文艺乌托邦 艺术乌托邦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但我们同样知道这种逃避 不管是通过艺术什么逃避 也是不太可能的 就我们国家的著名的美学家朱光潜 就有一个对于艺术特别重要的定义 艺术是一种生产劳动 对吧 你就说在这样的一个领域 这么说吧 艺术是一定依附于公共性存在的 当公共性被劳动排除之后 当缺失公共性的情况之下 艺术是无根之木 是根本不可能产生的 艺术只能被裂化为一种劳动 那OK 如果艺术被裂化为一种劳动 那就要进入生产与消费的二元困境 你必须 也就是说 艺术本身只要在公共领域 对公共领域的其他人 它具有公共价值 当艺术品成为消费品的时候 它对于消费者本身是否定性的 也就是说谁购买艺术品 就形成对于自我行动力的肯定 和对于外在之物 这个艺术的肯定 肯定之肯定 形成对于自我意识的根本否定 也就是说 当艺术成为消费品的时候 它不光对于人没有提升的作用 它还成为了人 来自我否定的一种工具和通路 这就是它的问题 所以说 沉思之路的艺术乌托邦 在今天也不太可能存在 所以我们这次讲个个人主义 从本质之上是一种剥离 从这两个路径上都能看得出来 就是奥勒流的成思路 所体现这种个体成思 就是退入那种非公共性成思的乌托邦 它剥离的是什么 第一它剥离劳动 对吧 它不想劳动 它就是想进入超劳动的领域 成思 它剥离实践智慧 就是它剥离我们真正面向 社会去做的动机和可能性 它剥离实践智慧 进入纯粹那种所谓的真理的领域 所以这个东西带来什么 这种个人主义 带来能动性的根本上失 因为它既不劳动 也不实践智慧 当然就缺乏根本的能动性 就进入宇宙论虚无主义 路径二 市场经济 它剥离是什么呢 剥离是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分 它剥离一切非流动性的固定 将所有这些过去的原则 社会的制度的遗留 看作是一种限制 个人主义 其实本质上 就是一种剥离 它剥离一切与它的家族的限制 来决意投入一种特别简单的交换游戏 它满足一种新的交换游戏 而不是一些别的东西 所以所以尼采认为个人主义是一个懦弱 是真的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看起来个人主义是一种解放 对吧 在个人主义时代 尤其是废奴 在我们看来都是一种解放 解放让人获得劳动的自由 但实际上我们这样分析 能看得出来 它实际上看起来是个解放 实际上是一种巨大的倒退放弃 实际上是一个枷锁 那么作为反对个人主义的平民主义 要的是什么呢 同样它也有两条路径 来作为平民主义 对于这种个人主义放弃的反对 路径一 因为个人主义要求 所有东西都被纳入到这种劳动交换之中 纳入到市场之中 所以平民主义的典型的路径 就是需要某些领域从市场中豁免 就平民主义要求从市场中抢救这些公共领域 通过将更多这些领域定义为 不可以用货币交换的公共领域 来保全自己的商品社会的弱势 就比如说我们认为教育不应该被纳入市场 医疗不应该被纳入市场 养老保障制度不应该被纳入市场 等等等等 就平民主义社会 我们就需要从这地方抢救公共领域来保全自己 就平民主义在这个意义上 它是有反资本主义倾向的 不管是俄国的还是日本的 还是现在的任何国家的平民主义 它本质上都有一种反资本主义的倾向 当然美国很奇怪 川普是绝对有特别强烈的平民主义倾向的 但川普也是一个自由市场的铁杆捍卫者 因为他本身是这个共和党嘛 是个人主义党 但川普最近又在提医保的问题 但医保问题他为了下届的选举 把医保问题推后了 这也是个平民主义议题 但美国那个SARS就是典型的平民主义的一个民主党的党派代表 当然平民主义也有第二种路径来反对 就是要求消费力 平民主义不要求把某些领域从市场中豁免 而反而要求调整分配制度 可以分到更多的蛋糕 以保全他们通过消费来逃避 对吧 因为平民主义人也希望能够消费 而法国最近的这个黄马甲运动 就是这种特别肤浅的要求更多消费力的运动 法国新上任这个总统马克龙 就是很像我们国家最近做的那种所谓的供给侧改革 是一个特别自由主义思想思潮的东西 就是减税降低企业负担降低高收入家庭的税率 然后鼓励消费鼓励储蓄 然后减少财政赐质等等等等的 就这样的制度我们在上期讲过 它是比较符合上层和老板利益的 法国一直有一个税叫财富社会分配税 就是面向高收入整个企业刻了一个重税 能够由于补贴平民来发放一些贷款 补贴等等的 就马克龙一直没有恢复这个财富社会分配税 而且马克龙本身还有强烈的我们在之前节目一直讲 这几乎是肯定的 一个国家想就是用这个方法来降低债务是肯定的 就是要拥抱贸易 也就是说法国必须更多的出口制造顺差 但是欧盟又实际存在 所以法国的产品必须现在欧盟里提高竞争力 才可以远消欧盟之外 所以还需要国内控制产品成本 对吧 那工人收入更不能上涨对吧 所以一系列这样的东西就导致了黄马牙运动 而黄马牙运动的诉求 没有采取将某些领域从市场中豁免 而整个黄马牙的诉求就是要求减税 要求补贴 要求更多的消费力 我们之前讲过就平民主义以个人主义的共谋 这就是一种典型共谋之后的平民主义 一种特别烈化的平民主义 就要求短期经济利益的平民主义 而不是那种对资本主义本身进行反思的平民主义 当然好的路径恰恰是要从市场中抢救公共领域 但这个在全世界现在看起来还没有特别好的实践例子 这里你一定会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说OK 如果我们真的要区分什么东西是市场 什么东西不是市场 那我们立法 之前说到国家 不是说国家有一个职能吗 区分公司领域 公共领域 私人领域 那国家就靠立法来确定不就完了吗 比如说最低工资制度其实就是 最低工资制度就是讲 工资的下限不交由市场决定 而由政治来决定 那么最低工资制度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尤其我们之前还讲过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是一个好的尝试吗 在计划经济将所有劳动领域剥离市场 而将国内市场纯粹形成一个计划领域 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尝试呢 不是对吧 它绝对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恰恰是我们上一期讲的内容 上一期我们说过 贸易的猜忌导致国与国之间的贸易 是一个必须的政治 什么叫必须政治 就是说它像军事一样 它关系到国家存亡 因此存亡作为第一位条件 这个东西是不受法律约束的 就像马克龙现在的国际贸易政策 和我们国家加入WTO之后的国际贸易政策 国际贸易政策作为马吉亚为律师的必须政治 它是超越法律的 所以说对于所有凯恩斯主义的 要去用超发货币的方式 刺激国内市场的国家 贸易是超过国内法 和覆盖国内法的终极秩序 这是我们上一期讲过的对吧 所以说你一边提高一点点最低工资 一边疯狂的超发货币 根本于是无补 也就是说 国内不管进行何种财富分配 和公司领域分配 都没有办法改变政府通过贸易政策 调配国内财富冲动的很能力 还有如果一国货币与黄金挂钩 最低工资制度确实能带来一些实际的财富 但是今天所有这些无毛货币的存在 你再提高最低工资制度 你也没法抵挡货币政策 带来的实事上的再分配 因此立法也绝对不可能解决问题 就是因为实际上今天贸易政策和货币政策 都是超法律的政策 是在法律之外的政策 因此今天的法律 事实上是一种伤势法律 在这个情况之下 透过立法是不能够解决今天的劳动问题的 而且就像福科说的 福科有一个著名的演讲 叫做必须保卫社会 所谓从国家里面抢夺公共领域 让这个领域就可以看作是一种对于社会的保卫 那么也就是说通过立法方式保卫社会 不如说就在说 我们通过国家和行政来保卫社会可行吗 当然不可行 最简单来说 一个拥有三万亿美金储备的政府 拿什么动机来保卫社会 为什么要来保卫社会 是吧 好 那就睡觉另外一个问题 那既然靠立法的方式来区分不行 那么这边也说了 因为国内要进行财富再分配 有货币政策 有外贸政策 那我们反过来走另外一条路 我们彻底走放任的自由经济 我们让国家不要干涉 我们就像这个奥地利学派 我们给银行课百分百的存款准备金率 我们完全开放汇率市场 我们完全使用国际单一结算货币 也使用国际单一货币 完成这样行不行呢 是不是劳动的问题就解决了呢 依然没有解决 这里我们遇到的是什么问题呢 遇到是劳动本身的不平衡的问题 这个问题马克思当然接触到了一点 马克思说就是由于生产资料 由资本家所有而不由劳动者所有 但这只是其一方面 就是这是一个很深的问题 如果我们能理解劳动本身的不平衡 就反过来一定理解到 所谓放任的自由市场是不可能的 如果这个社会没有公共领域 一切都是瞎扯 那马克思认为劳动的不平衡呢 在于脑体分工 就脑力劳动者 剥削体力劳动者 这个是劳动不平衡的来源 但我们今天知道不是这样对吧 就是比如说自由主义者就说 脑体根本不存在剥削关系 这个根本就是供需决定的 比如说今天确实啊 很多高级技工的工资 越少的工资 煤矿工人的工资 实际上比很多城里的初级白领工资 要高的多的多 这确实是供需决定啊 当这个大学生扩招啊 就是职业教育被大专替代啊 等等的情况之下 一些初级白领的工资 真是低的吓死人 所以马克思那个东西的处境呢 不太符合今天 实际劳动不平衡的处境 著名的管理学大师 彼得德鲁克有一本书 叫《后资本主义社会》 这里面提到了他认为的一个 劳动不平衡的理论 就是知识生产者与服务生产者的理论 因为彼得德鲁克认为啊 在后资本主义的社会 知识生产是最核心的生产 就是谁掌握着知识的生产 谁就会获得最大的利益 而依附于其他人的知识 进行服务生产呢 成为次要的 知识成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 核心生产要素 彼得德鲁克这个确实说明了 知识越来越重要这一点 但今天好像也不是 我这里可一点没有想 自己的知识指的是 整学家之类的 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今天好像也没有 那种沾知识的经济 所必然的强于银行啊 金融啊等等的趋势 而今天大型的互联网企业 似乎也不是靠着 新的知识的配置 而是靠着他的资金能力 与垄断能力去成为的 所以说彼得德鲁克在 后资本主义社会里面 讲的这个劳动失衡 好像也还不是 所以到底劳动失衡在哪呢 毛玉士之前得过一个 格鲁格曼的经济学奖 这个奖上他提出了一个 特别耸人听闻的言论 因为一直以来啊 尤其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劳动创造财富是有政治正确的 毛玉士说是交换创造财富 劳动未必创造财富 对吧 劳动不创造财富 是交换创造财富 他这么说 在GDP的框架之下 信息是对的 我们都听过那个很荒唐的例子 两个经济学家 两个经济学家口袋里揣一块石头 A卖给B1000万 B卖给A1000万 睡一刻 国家增加2000万的这个 这个GDP 没有任何劳动 这个例子虽然荒唐 但是同样存在一个银行里 以前东倒西倒 东倒西倒产生的东西 跟这个其实真的差不太多 所以说交换创造财富 劳动未必创造财富 在GDP的框架之内 可以说是对的 但是放到更大的社会视角之上 我觉得这真是流氓言论 就是很多新自由主义的联论 在纯经济学视角之内是对的 但放到社会视角 真是难以让人接受的言论 当然 今天社会上最肤浅最肤浅的 就是在GDP的框架之内 空谈劳动的神圣性 就是在GDP的框架之内 再谈劳动的神圣性 已经太肤浅太肤浅了 所以说 从毛玉士这个交换创造价值财富 而非劳动创造财富的一点 我们可能能够看出 今天劳动本身的非均衡性在哪里 因此我们能够找到 为什么放任自由主义不可行 我们怎么切入这个问题呢 我们从所谓的财务自由梦想 来切入这个问题 就今天这个社会 有一种逃避劳动的终极手段 但你还是需要劳动 你不是像农场主义一样 那么去生活 有一种终极手段 就是获得足够的资金 这个资金每年通过投资 伸出新的资金 导致你某种程度上 可以免疫劳动 对 那么这里就有个很重要的问题了 为什么钱可以生钱 你可千万不要觉得 钱可以生钱的原因是因为 有利息 存款也有利息 如果利差在存款方 而不在贷款方的话 钱是不可以生钱的 钱生钱的原因 一定存在于金融市场中 成本的某些端点 也就是说而且我们其实在经济部分一开始就讲了资本回报率从1920年以后是大幅下降的 在资本回报率大幅下降的情况之下 钱还可以生钱真是一件怪事 在资本回报率大幅下降的情况之下 钱要生钱只有一种可能性了 就是钱生钱诉求资本要更集中 也就是说肯定财务自由的额度会不断增高 过去可能一个人有五六百万就能够吃这个利息得到所谓的财务自由 但今天这个门槛增高了 也就是说自由市场加无毛货币加贸易加政府投资的这个游戏 它是一个非对称的游戏 这个非对称的游戏资本回报率是在大幅下降的 资本是要更集中 因此问题又来了 在整体的资本回报率如此低下的时代 竟然还有成规模的资本可以维持远超GDP的回报率 对吧 因为只有资本回报率超过GDP才可以钱生钱 不然的话钱是不生钱的 钱是有损失的 说明市场里有两种货币 高回报率的货币和低回报率的货币 低回报率的货币大家非常熟啊 就是你去买余额宝 买余额宝的年化收益百分之二点几 就是纯纯翠翠的低回报率货币 这个货币甚至比定存还要再低一点 当然它无论如何比活气存款高 这就是低回报率的货币 因此当你的资金达到一定规模之后 你就能够依据规模效率成为高回报率货币 刚才说的门槛增高指的就是这个 你的资金要成为高回报率货币 需要更多的钱 而高回报率货币那钱生钱不是钱 自动人家产载了 它即使获得收益 同样要在劳动和商品交换中获得利润 也就是说高回报率货币 有从劳动和商品交换中抽取更集中利润的能力 因此从这一点上 财务自由的问题与劳动建立的关系 也就是说低回报率货币与高回报率货币 展现了不同的左右劳动的方式 而从这一点往里恰恰是我觉得真正劳动非平衡性的来源 不是脑体分工 不是知识生产与服务生产 而是这里提出的一个东西叫做消费的纯度 首先我们先回溯一下 我们在上一期的最开始说到中国GDP的构成 中国GDP的构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 就是消费占比非常低 投资占比非常高 所以在这里面消费纯度有特别额外重要的意义 消费的纯度是一种对自己钱负责任的程度 这是什么意思呢 越是纯粹的消费 越是对自己的钱要负完全的责任 说的最简单点 就你花10块钱买一个煎饼 这10块钱就是一个完全的损失 每一个消费都代表资金完全的损失 你为这个完全损失的金钱是负了完全的责任的 如果这个钱是借贷的金钱 信用卡式的借贷 你还要为这个钱额外的付出利息 在不考虑你买东西可以二手卖出的情况之下 消费就代表对自己钱完全的负责 而在另一端 你可不是对这个钱完全负责的 就比如说余额宝的投资 是保本的投资对吧 你获得利息是额外的 是白得的 当然如果你要诉求更高利息的投资 它慢慢会有风险 但是如果你买过基金你也知道 它是有一定保本率的 也就是说劳动者越少的陷入收入和消费的循环 在整个GDP的交换游戏之中 他自己就越是有利 他的钱越少的用于消费 而越多的用于投资 这个劳动者就越是有利 但这与劳动本身是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某些劳动实际上可以大规模的获得钱 而你在一个公司里打工 你想获得大规模的资金从事投资 怎么可能呢 而这里面蕴含了一个特别大的不平衡性 就是动用消费者金钱 也就是说我们知道GDP里面消费比例这么低 投资比例这么高 那投资的钱不是国家印钱印出来的 那投资的钱是消费者的储蓄 是消费者无法被消费的那部分 那部分钱可不是每个消费者自己的拿来投资 那个钱不是你的投资 是你买了余额宝之后 他们拿去投资了 而在他们的投资之中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平衡性 这个不平衡性就是有限责任 就是这个limited liability 我们都知道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意思就是说这个公司在亏空了之后 不必承担所有债务责任 而只用以股东出资和实际资产来承担债务 千万不要小看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特权 在15世纪的时候 这个特权仅仅是教会企业的特有特权 就教会以下的企业能够有有限责任 原因很简单 其他企业破产无所谓 教会不可以破产 教会要破产崩溃了 这个地方的信仰就崩溃了 因为信仰在那个时候第一重要 而第一个现代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特别的晚 1811年的美国才开始有 而今天特别多的所谓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就是各级可以开办有限责任公司 在欧洲直到1989年才被允许 所以有限责任其实是一个特别晚 才被组件引入社会的 它其实是从一种非常非常罕见的特权 到一种极其广义的特权 今天也就是说 而且我们知道有限责任公司崩溃其中 特别重要的原因 就是资金链断裂 资金链断裂绝大多数情况之下来源于借贷 有限责任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倾向于债权人权益 而不是债务人的制度安排 而产生这样的制度安排 其根本就是为了营造一个凯恩斯式的国家 要鼓励投资 要分散风险等等等等 所以说从这里你看出 如果私有产权真正神圣不可侵犯 那么我的储蓄被用于其他人投资 它为什么只用负有限责任 我不知道在很多人听起来 这会不会是一个太左的想法 但你真的仔细想想 劳动者的收入被其他人使用 如果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话 使用者为什么只需要对这个钱负有限责任 对吧 这是一个极大的 这既可以看出 今天劳动制度的不公平和不平衡性 我们先不说公不公平 非对称性 我们用一个特别价值无色的词汇 劳动制度的非对称性 我们也可以看出私有产权制度的巨大瑕疵 现代的产权制度其实是特别脆弱的 因为现代产权制度的形成之中 他们侵占过教会的财产 他们侵占过他国的财产 他们侵占过上一届政府的财产 所以这种财产制度其实比起地气 和农村里面的自然所有制 其实真的要脆弱脆弱的多 所以今天这个极大的区别 不是脑体分工 不是知识生产与服务生产 而是花钱购买消费的区别 劳动的差别在于劳动收益的用途 一部分人的劳动收益只能够消费和储蓄 另外部分人能够使用自己的劳动收益 和其他的劳动收益进行投资 而使用自己的劳动收益 和其他的劳动收益投资的人 在一个高债务社会 就能够具有持续的优势 因此劳动的本质区别在今天 在于劳动对象的资本秘密集程度 不是脑体分工 不是什么知不知识 就是资本秘密的劳动 所以我们能看出 有很多劳动跟资本很近 有很多劳动和资本很远 和资本很近的劳动 包括那些能够调动大规模资金 和帮助调动大规模资金的 类似于基金券商投行 他们都处于一种较有优势的劳动 而所有那种离资本很远的 非资本的劳动实际上 就是在今天的劳动之中 非对称中处于下风的劳动 所以说我们能看出 GDP的构成之中 非消费的部分 实际上在用消费部分的钱 实际的去购买那些消费 所以说今天其实已经没有农业时代 那样的非劳动人了 今天都是劳动人 一些劳动人在做净资本的劳动 一些劳动人在做非资本的劳动 这就是这么一个坎丝式的社会 这种劳动非对称性的来源 而为什么这些人能够这么容易的 获得资金呢 比如在我们的国家 这是国企和混改之企 为什么这么容易获得资金呢 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一个经济问题 这本身是一个政治问题 但我们也不准备在这里多说 而我更要说的是 因为劳动的差别 在于劳动收益的用途 是用自己的钱消费 还是用别人的钱投资 正因为是消费 这样的东西变得特别具有迷惑性 所以说生活在一个消费者身份中的劳动者 会觉得还挺好 而且会觉得这样的快感 轻而易举 就这背后这种必然性的非对称性 不被他自己意识到 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非对称性的存在 所以说这种不断增长的消费性的社会的富足 把劳动者搞得眼花缭乱 他觉得他已经仿佛沉浸在一种无休止的平稳增长过程之中了 他根本没有认识到在这个增长之中发生的巨大空虚 自我否定和非对称性的产生 所以说才会产生法国黄马甲运动之中这些愚蠢的诉求 就是消费者希望能够更多的钱以实现充分消费 好啊 当你实现了充分消费 别人就能够拿着你一个消费的钱 你所交换出去的收益 进行禁资保劳动 进一步拉大法国的贫富分化 所有一切个人主义 包括灰格党 包括美国北方的费努主义 都拥抱资本劳动 最好一切都可以被纳入劳动市场 因为只有一切都被纳入市场 才有足够的消费行为可购买 所以说真正资本行为买的是什么 资本通过投资买的是什么 买的是消费 这具有宏观的意义 在GDP构成之上的意义 也有微观的意义 支付宝的红包买的是什么 买的不就是支付宝用户的消费吗 微信的红包也一样 对吧 鸦片战争 英国动开我们的国门 将我们接入市场 接入的是什么呢 他需要中国人消费 消费鸦片 现在很多扶贫工作 会将农村从山上迁到路边 为什么要把这些人迁到路边呢 要干什么呢 需要这些人消费 在过去有个工程叫做村村通公路 村村通公路完成之后 下一步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的家电下枪 我们需要他们消费 所以说个人主义希望把一切都纳入资本市场 纳入劳动交换市场 这是个人主义社会的一个强烈冲动 而平民主义的拥抱非劳动化 我们想办法让一些东西非劳动化 进入公共领域 这个是对的 Samus就是典型的非劳动化的这种平民主义 当然我们刚才说的最糟糕的平民主义 希望增加消费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马克思提出了一种非劳动的乌托邦 比如说马克思认为劳动确实成为了一个人 必然的一种枷锁和否定了 所以马克思认为真正的方法必须创造一种非异化的劳动 这种非异化的劳动 必须有两个条件才可以实现 第一打断劳动与消费的关系 所谓的按需分配社会 在按需分配的社会的情况之下 劳动是自愿的对吧 这种自愿的劳动 打断其与消费的关系 就不会进入商品拜无教 劳动本身就能够取得那种本身的再否定的价值 第二就是消灭私有产权制度 达到一种公有制制度 在公有制的制度之中来完成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有个巨大的矛盾 因为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国家 尝试过公有制社会了 公有制社会是一种特别抽象意义上的集体所有制 但实际一个工人在工厂里面工作的时候 他对于劳动对象的把握能力依然并不存在 他只在概念上掌握生产资料 他和实际上掌握资本和知识的支配权 还是特别不同的 也就是说一旦他仍然处于一个官僚体系 接受管理接受调配 在一个分工体系之中 不管所有制是什么样的 他其实都远离生产资料和支配权 所以说实际上要反对的 如果真的我们未来创造一种劳动 这个劳动是一种非易化劳动的话 他必须有一个典型的特征 是我特别强调的 他是非分工的 他是一个人从头到尾做完的 这东西特别重要 他做完这个东西归别人都行 但是他必须自己从头到尾做完 只有这样的话 这个劳动才是非易化的 所以马克思这种非劳动的乌托邦本身 是有一定的矛盾的 而中间层的管理和存在 实际上影响劳动属性 所以劳动属性不光有产权影响 不光有消费影响 还有劳动的组织方式来影响 而这一点呢 恰恰就是劳动通达政治学的关键 对吧 因为政治学里面 当然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乎于 政治组织形式的和社会组织的 当然底层劳动者 对于官僚机构和对于中间层级机构的隔绝 是有直观认知的 他们不需要懂政治学 也不需要懂经济学 就能够意识到 阻挡着他们与资本之间的 阻挡着他们与公共领域行动的 是一整套复杂的层级机构的管理 在这个情况之下 底层的劳动者有强烈的摆脱 这样层级机构的冲动 但是很可惜 在一个极其大尺度的国家之下 摆脱这个的冲动只有一个指望 就是强人政治 这个不用举任何国家的例子 从古到今 不断的反复上演 只要国家尺度一大 摆脱中间机构的一切指望 就几乎只落到强人政治上 像现在 就是英国人公投脱欧了 但实际上脱欧的过程 根本不由英国人说了算 就是在漫长的官僚机构 不管是英国的官僚机构 还是欧盟的官僚机构的联合运作之中 整个决定英国命令 是否要脱欧的人 可以深刻地意识到 这个东西一丁一点也不由他们说了算 而权力在大尺度的情况之下 不管是权力 财富也是一样 权力和财富在大尺度的情况之下 总是密率分配的 就是集中的 不是政材分布的 而是密率分配的 就是面向的1%的人 掌握了绝大多数的权力和财富 这是一个natural law可能 那么还有一个与政治高度相关的 就是今天由于个人被排除住公共领域 整个公共领域也不存在于公共了 因此个人你就只管做这些速朽的 快速消逝的劳动与消费 世界的持存 这是一个好的世界 你个人无关 这是官僚机构与层级组织的问题 官僚机构层级组织政府承诺着 他们保持着世界的持存 他们维持着世界的好 但其实并不是对吧 我们知道今天的政府职能 虽然政府越来越庞大 财政支出越来越多 在所有国家都是一样 但实际上政府职能是高度坍缩的 政府仅仅管理家政学扩大的经济学领域 因此政府仅仅维持着家政系统的稳定 而今天哪个政府在所谓多元文化情况之下 要管社会之善 看起来我们都说 政府是一个不断扩大政府 在任何国家 政府的雇员数量 政府的投资 政府的资金 政府的赤字 都在不断扩大 随着这些规模的扩大 但实际上管理事务却在逐渐缩小 大家一方面认为是一个尊重自由市场的小政府 第二方面 它一边是个尊重自由市场的小政府 它又在一边不断的扩大之中 这个矛盾其实也非常耐人寻味 而尤其当所有这些政府 都开始做一种消费性幸福的承诺 并且做一种普遍幸福承诺的时候 大家就应该意识到了 这是一种强烈的批判性的策略 欺骗性的策略 不是批判性的策略 是一种强烈的欺骗性的策略 也就是说 权力机构开始宣传 我们能够实现一种普遍的普适的来自于消费的幸福 我们知道这是绝不可能的 这其实就是今天社会的真实写照 一种对于幸福的普遍可求和一种普遍不幸福的状态 这个真是不光是某个国家的问题 这是很多很多国家的问题 而且我们知道脱离公共与政治 因为真正的善存在于这样的领域之中 仅仅提供一种消费性的幸福 本身就是极其虚伪的 而当劳动与消费成为社会唯一显性的主轴 正是这种普遍性不幸福的根本 因为劳动本身今天探索为一种自我否定 而消费同样它是肯定之肯定 也是一种对自我意识的否定 劳动本质的不平衡性等等等等 都让劳动消费主轴扮演维持社会幸福的轴线 是一种从逻辑上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这种烈化后的平民主义 已经不懂得诉求别的 只能够诉求消费增长的时候 它就失去了它作为批判者的价值 所以这种新型的劳动 仅有劳动和消费的社会 我们都不能说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世界 它是没有世界的 世界是一种有确定性性质的持存之物 这种劳动和消费只有生命和生计的维持 缺乏公共领域 缺乏实际的公共善 没有公共生活 压根就没有幸福可言 这个东西不是一种什么样的世界 而是没有世界 所以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 不是我们面临一种什么样的特殊的世界情况 就是唯有劳动和消费 我们面临的是一种无世界的情况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问题之所在 这个无世界的情况之中 既没有私人的领域 也没有公共的领域 有的只是一种广泛的社会性劳动领域 作为整体领域存在 所以这种既无工也无私的社会 带来一个很深的个人主义和平民主义的矛盾 就个人主义看起来是一个私人性的主张 但其实实际上存在的根本不是私人 而是与私人与私人之间的依存 今天实际存在是一种有机团结社会 私人与私人的劳动上巨大的依存 在这个时代之前 人们是一种天然的有秩序的集体 与集体的依存状态 它不需要在私人间的依存 又反向诉求 消极自由主义去做它的对冲 所以私人领域 其实意味着一种消极自由主义的 完全与他人无关 不必与他人合作的领域 但我们知道在今天是不存在的 所以个人主义的内在是有这个矛盾的 而平民主义其实也一样 平民主义看上去在诉求某种公共性 某种公共平等 但实际上它要的是个体消耗的权力 就个体作为消费和消耗的对等权 但在这之前 平民主义本应诉求的是个体作为的权力 就是汉纳伦特那个labor和action之中 action的权力 个体如何可以去action 那公共领域意味着可以留下个体action 空间和施加影响力的领域 使得他人不得不关注到你的领域 但现在几乎也是不存在的 所以平民主义的内在诉求 也面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矛盾 而今天呢 比如说个人在什么时候可以逃避 一种很类似私人的领域呢 就是匿名网络社区 个人在什么时候可以逃避一种假的公共领域呢 也是匿名网络社区 所以今天匿名网络社区的需求 成为了这种个人主义 与平民主义内在矛盾的一个 特别虚假的escape 我们知道今天群里应该没有人会喜欢 匿名网络社区 所以带来这个社区吧 所以说确实 我们今天其实在面临一个 劳动状态改变之后 从个体心灵到社会结构的 一个特别特别严重的问题 所以下一期呢 我们就会来说 因为这期还是在找 经济问题与个人的结合点 经济政治的结合点 下一周呢 我们就会更强烈的来说 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政治秩序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政治秩序的问题了 那现在我们进入今天 这个问答的阶段 看有没有哪个同学 有什么问题要问 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个人没有办法逃避 劳动情况之下 如何去优化自己的消费结构 就从这里面来讲 我觉得不是优化消费结构的问题 是从根本性的去反思 劳动与消费这个轴线的问题 就是各取需要促使自己脱离 劳动并且由劳动所得在消费上 取得逃避的这个路径 还能够至少你没有逃脱 劳动的自我否定 你至少逃脱了消费的自我否定 所以不是个消费结构的东西 但是人不可能不消费 在这个社会上不可能 所以今天的问题绝对不是说 非此即彼的问题 但是确实不是说某种消费结构 优化的问题 而是从根本上去反思消费的问题 是这么一个东西 好这里有个问题 说个人完成所有劳动过程 来摆脱劳动异化 是不是现在很多自雇的人 实施这么一个形式 他们获得这种解放 是不是源于对自身劳动的成就感 不是成就感 而是获得的 而且我之前在节目里其实说 我认为自雇有两种形态 一种形态是自己有一个技能 就比如说会编程 要东接一个活西接一个活 会设计东接一个活西接一个活 会撰稿东写一篇稿西写一篇稿 另外一种自雇就是自己做自己的项目 就是所谓夏琳节目里面讲的自我装置 但后者当然是某种程度上至少摆脱了 对这个劳动对象的否定 就是他保留了对劳动对象否定权利的 所以某种程度上可以摆脱一定的异化 但前者那种以自己的技能接活那种 我觉得依然没有摆脱这个异化 OK 那今天就回答这两个问题 因为今天时间也不早了 因为这期的时间比较长 那我们就这样 我们下周再继续这个主题 往下继续讨论着我们 好 大家要记得感谢相信 我们下周再见 非常感谢你收听本节目 如果希望每周一加入微信群 共我们一起学习 提出问题 看到每次分享的keynote 可以微信添加想借joyshare 想借的拼音 XINGJIE JOY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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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说牛津通知读本 就可以被我们拉入群中 每周一起学习了 欢迎你来 嘿 你是不是也听了不少我们的节目呢 如果你跟我们一样 觉得这个节目还不错 可能也挺重要 如果能让更多人听到 虽然可能效果不大 也可能会让这个社会变得好一点点吧 所以说 干脆去转发一下好吗 让工作人可能听到这个节目 我们来试试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吧 谢谢你的转发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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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放弃 一些男人的性质坍 把哲学淘汰 远航困伐 枪炮文雅 宾军出民残骸 三十年蒸发 人性挣扎 在神圈吊败 理性教化 平衡自由 抗人血尽教材 争气喷发 机械争霸 令产能操宰 革命神话 巴黎屠杀 阶级翻江刀海 快速进化 制造顺差 传统抛弃的草率 好在个体逐渐升法 居高临下 耗制文化 然后发明资源的蠢化 主导文化在检测中 神经历记忆的编码 随后就有黄金 原来不能自恋 可以把年幼病化骂乱 我说的十一战 一百年后 还未学会旅行计算 怎么办 一再降低底线 去欺骗制线 运行计算 功率与道德 在深度学习 下面可以两全 奈何情绪 总不能使唤 十一年一团 深度思辨 和事业和平 还是判决自幻 I gaze to the land 现在的人很容易被跳动情绪 尤其是那些 他们不该感动的东西 Love is all that's there 可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呢 其实他们也毫不在意 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吧 已经不知道什么是重要了 别想太多对号如作利益财政他在说 别再莫不加思索 全靠近钱就这么赤裸 钻印开拓 蓬杯相较财产扩绰 不敢示弱 又一定死我活的快乐 别想太多对号如作 快感财政他在说 别啰嗦 已经实证没有意识 更没有自我 无把比拖 十五号可今外注射 不加思索 所有不死不活的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是演化 也全是补卦 全局伟大 全人口叠加 谷歌软化 知识累加 常识理论快速上架 记忆里耗尽脑汁 已被告知 是而复得 又得而复失 标志着资本主义 循环消费 无可挑剔 必然超值 假意和greedy 但相互交织 踮脚时 批量集合 浑然不知 分享道理 个性消失 讲理 大造小异 他变换措辞 多巴胺 涌入过时 开始编码 逼母词 结局 持续坍塌 逐渐辨识 都焦虑 随身附和 面面相聚 无人负责 就在这不甘的场合 预言着通道的覆辙 鼓噪我苦难的口声 开路在迷惑的沼泽 翻开我 灰色的书册 与词去测 听者的愈合 来把你直觉筛选 挥手开现梦境的曲折 被人转载 另眼看待 将去创改 见前掩开 真相掩埋 标题惊骇 俗荣反态 留下我未老先摔 奈何奈何 学会不懦 声色接受完败 推翻重来 on the side 效力 确定 操作 功力 成果 技术的姿态 感应 虚控 鼓声 放肆 毁灭 异想的天开 财富 游戏 手机 流量 充值 消极的自在 可被刺猬 众人 接挂 然后 置身的事外 我确信 个体 平民 炎凉 事态 平等 惨淡 无人 例外 束手 倾心 继续 等待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